院会主席 游院长 各位同仁 新闻界的朋友 杨瓊一发言 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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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如何来安心 昨天是520 蔡总统执政满五年 没有任何的演说跟文告表 蔡总统或许想告诉大家说她无话可说 但是民众已经有很多的话要表白 要对蔡总统说 本席归结了几个重点 大致上的结论就是台湾心无缺 蔡政府无法让人民安心 首先缺水 缺电 缺疫苗 这是所有台湾民众这两个礼拜来面临最严重的困境 除了缺水的问题具有较大的非人为运输之外 缺电 缺疫苗 这两项完全是人祸 而造成这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执政党 政府错误的人员政策让台湾缺电 过于滋满的心态让台湾的防疫一夕破功 应该超前部署的疫苗 至今仍买不到足够的数量 施打率更是净赔莫作 让疫情雪上加霜 然而当民众为了疫情缺水缺电而苦恼的时候 蔡政府却只想要政治宣传 否决在野党以民间团体所提出的公投案 但是这些公投案的提出 除了希望拨正反乱 拨乱反正缺电的问题之外 也反映了蔡政府的执政缺食安 以及缺乏诚信的问题 在多数民意的反对当中 仍执意的进口莱猪 产生极大的食安问题 除了让民众吃得不安心之外 也违背了自己过去的承诺 诚信尽失 这与民进党执政以来 封杀公投案的态度 如出一策 都是缺乏诚信的表现 因此在政府执政之下 台湾缺水缺电缺疫苗缺食安 缺诚信的这五缺 这五缺 有些是旧问题的延续 有些是新产生的困境 但这都是与蔡政府 失能又失格的执政息息相关 过去蔡总统曾说 一个让人民无法安心的政府 跟黑心食品一样 必须被下架 国人在520这一天 也很想问蔡总统 现在这个无能无才的政府 何时要全面下架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还是要再呼吁 在这个时间 我们必须共体时间团结一致 就成为台湾人民 这么样的遵守CDC 希望目前的执政党 以人民的健康为主 谢谢梁委员 继续请洪委员孟凯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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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